转机喝咖啡的时候 临时做了决定 去伊拉克 就和2020年决定去美国一样的临时 更影响的是 在决定好的一个小时内就订好了旗票 所以事先也没有对伊拉克做过太多的了解 直到走到海关柜台前最后一步 我还认为是免签 结果是在拿到行李前就要办理落地签证 缴纳77美元现金不能刷卡 而我的现金都放在了行李箱里 还好遇到一个中电出国际差旅的同胞 寄了钱给我 输了海关后 也还是大多数国家机场输出社的惯用高价器量 实际上 伊拉克是有两个常用的打车APP的 很靠谱 建议大家到伊拉克之前就可以下载好 但国际旅客只能现金支付 所以不想被不找零的话 就要提前准备好零钱 或者找当地人来接自己 是落地签吗 我以为免签落地签的 进来就要在这个海关柜台右边 有一个小桌子 大家都在这里填写路径申请 7点58道的 哦不6点58道的有时差 然后在这一个小台子填写路径申请 所有人的护照收在一起 在集装处理 好原始的处理方式啊 还是手工处理的 都在这里等待 19点50 拿到护照 拿到签证 一次两个月 我还以为是免签啊 太傻了 结果是落地签 77美金 还是觉得到他们的机场大巴 他们是有机场穿梭巴士的 就在重来对面 这个停车场 就是这里 这个小面包车 只不过要等人 它给的价格是 一万 当地比所 折合成美金是 6.8美金 但是我要给他们现金 所以我就给7美金 我现在没有换到当地的货币嘛 太好了 结果 这辆车竟然只是到 机场通道检查口 被哄骗了7美金后 一个人拖着大包小包 站在没有灯光的 漆黑的土停车场 不知所措 最终搭着胆子 和一辆路过停车的 破旧4辆车谈好价格 刚上车开出100米 就被几个拿着长枪的人拦下来 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强壮镇定 内心默念着 千万可不要强劲我的手机和运动相机啊 倒是虚心立场 司机告诉我 他们是民间防卫组织 只是看了下我可疑与否 就放我过去了 就这样 从高楼大道 传说到了脏乱的民间小道 在经过插路口的堵车 又行市场过河大桥后 接近于上海早晚高峰的堵车状态 让我瞠目几手 没想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夜生活这么丰富 金鱼色的SUV络织不绝 几乎没有控制的停车位 光怪路里的水晶灯 另找着高档餐厅 几乎每家路过的餐馆 都和国内一样人气爆棚 本来不到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硬生生开了一个多小时 司机极度胸闷 还好酒店的叙利亚小哥 非常友好的出来帮我解了威 哇 这个师傅开的是中国的奇瑞 伊拉克一路的酒店 对我都十分的照顾和帮助 但他对待国际旅客的住宿非常昂贵 只要稍微叫做酒店的 都是无神远期 况且有些酒店 是根本不会放在网页上 让你找寻到的 而且给的都是套房 此时的我 因为不熟悉伊拉克 到了一个四处都在施工的岛上 但再不睡觉 恐怕就要嫁和需去了 所以也不再探究 这一下去 昏天暗地 100美元就这么睡过去了 但是也会差个20到30吧 所以100美元就会差2000到3000 就是差不多 5到6公里出租车的一个价格 我昨天那个酒店的人给我换的很高的 他1美元给我换1490 但是他今天不上班 接其他的人只给我换1430 哎 我就想算了 我就到我外面的官方店来换40 换的是1460 差了3000 迪纳尔 所以懒得等了 因为我现在去办理很多事情吧 我真的太累了 今天一觉睡到了 OK 我刚刚正在跟大家说我换钱的经历 和一觉睡到下午1点半的经历 然后突然二层而传来一个声音 一个带枪的警卫 跟我说不能在街上随便拍摄 因为我走过来这条街 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电器批发街 有很多家用电器 比如说电视啊洗衣机啊冰箱啊 还有小家电设备 里面还有中国的海信啊一些品牌 我本来想拍给大家的 他跟我说不能随便拍摄录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他全副武装 突然从二楼的一个 长寿内的房间出来吓我一跳 但是他听到我是中国人就特别开心 就很真实地说欢迎欢迎 整个这一条街全是家电小家电批发街 而且看上去声音还蛮好的 我先到这里来 然后办理我的电话卡 OK这就是他们的电话通讯营业中心 但是我刚刚看他好便宜哦 5万迪纳尔完全无线流量 还有个4万迪纳尔完全无线流量 也就是27美元左右 无线哦 所以我还要去问一下是不是 因为我看到他50G的话 3万迪纳尔嘛 所以再看一下 我到底要在伊拉克停多久 办好了 他有很多很多种套餐 这里的网络还是很方便的 比如说他有一个礼拜的无线流量套餐 1万2000迪纳尔 20G高速随后不限量 还有4万迪纳尔的一个月不限量 前100G高速流量 还有5万迪纳尔的完全高速不限量 我想了一想 我还是买了50G的纯高速 这上面写的是 3万5000迪纳尔 但是是不含税的 他们的税是20% 一个SIM卡的含税价是1500 所以加在一起50G的流量 折合人民币是217块5 每季4块3毛5 算是比较适中的了 那因为我是游客 所以他只给两个礼拜的激活期 到时候还要再发一个验证嘛 他会给你的再激活两个礼拜 那总共就是一个月的有效期啦 其实普通的小伙伴 我觉得来的时候 买一个12000迪纳尔的 20G的高速其他不限流量的 肯定够用了 所以不用担心伊拉克的网络 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6.99美元 6.99美元 哇好便宜啊 这个衣服 都是6.99美元 50块钱左右吧 我现在在他们的服装批发一条街 还有家电批发一条街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住到这一来 反正就是住过来了 可以吗 这个还是仿大牌的一些设计 是中国来的吗 这里都是看 20刀50刀200刀 价格竟然跟中国是差不多的 这些仿大牌的衣服 是从义务过来的吗 一般来说6.99美元到12.99美元 之间的居多吧 这个价格还可以随便买买穿穿的 我都看到几个样式 我觉得还可以的 还有一路走来 就算在这种破败的地方 隔两三个街口 就有一个装修还精美的化妆品店 即使你看这边泼泼烂烂的样子 因为还在进行各种修建 关键是人气很好 也许是首都的原因 哇好美啊 这是两 这是两个街口